为了要在防训期来临之前 把相关的营营措施和硬体建设到位 玉里镇通往卓西部落的太昌里 中正桥输军问题 多年来居民向政公所反应多次 迟迟没有下文 这次里长与居民再次曾经 玉里镇公所与立委傅昆起服务处主任 和太昌里长等人 21号上午就来到现场进行会刊 九合局也到场说明进度 表示会尽快处理 为了要在防训期来临之前 把相关的营营措施以及硬体建设到位 不要到了防训期间再来做预防 根本就来不及了 而就在玉里镇通往卓西部落的 太昌里中正桥的数据问题 多年来居民多次向政公所反应 迟迟都没有下文 这边上一次这个大水造成河道 冲刷这个党土墙 民众怕就是说 如果说下一次水量再大一点的话 淹过这个滴水宫就会刮到他们的土地 怕有这个疑力 这东西大自然的力量很难讲 他们说什么没有立即的危险 但是很明显的核爆已经从这边了 那先做一点防务设施 他们是说他们有规划问题 规划你要几年呢 先把这边解决 解除当地居民的优历 玉里镇公所表示 这个陈勤案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得到正面的积极回应 以及做法 现阶段评估是有立即危险 并且必须要尽快执行的案子 也会立刻跟九合局来反应 尽快给居民一个安全的桥梁 在河道上的这种管理呢 是有必须要立即来做的 因为这个防信旗马上就到了 那么在这个防信旗未到之前呢 先让民众能够安心的住在这边 这是我们公所的立场 这次里长跟地方居民再次陈勤 玉里镇公所跟立委 副昆旗服务处主任 与泰昌里长等人 就在4月21号上午来到了现场进行会刊 九合局到床也说明进度 表示会尽快来处理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